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這邊就是樂瑟寶石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討論的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賣家來說的話 我們參加珠寶展或者是我們今天去浴室擺攤位 那什麼時候是最危險的 一定會想說什麼客人要來偷東西還是幹嘛的 其實現在歹徒也不笨都是有計畫才會來的 如果是說真的是危險或者是新聞裡面常看到的話 大部分都是在進出的時候 進出的時候當你進去這裡跟你出來這裡 你要把東西放出來放出來放在桌上的時候 或者是你們的珠寶展你要放在櫃子裡的時候 你出來的時候通常是時候假如有保全 或者是保安的警察他們也相對的比較鬆散 到聰明的聰明的賣家我覺得應該是要提早收 什麼是提早收 就別人可能說五點才開始收 你可能四點半就開始收了 歹徒想不到你會那麼早走 大家都還在忙都還有警戒 隔壁灘也都有警察還在巡邏 這個時候你就先收了 如果說等到大家燈都暗了 然後大家都收完了你才開始收 你想說我賣久一點 那時候反而你落單的機率比較大 如果是在說進行中 營業中的情況下 那就變成說客人他們有什麼手段 就是說假如說一個假鑽石放在手裡面 看真鑽的時候 真鑽不錯 一掉包也是可以 這個網路上也有魔術師的手法 那還有比較常見的是多人混戰 多人混戰就是說一次來一個人 說要看那個 你把櫃子打開再給他看那個時候 另外第二個人又來說要看那個 那你又把櫃子打開 然後又給他第二個人 所以說其實三人其實真的是蠻麻煩的 他說我也是 如果三個人我真的很沒辦法 偷偷眼睫衣再上 上圓牙衣再下 我在中間得想個辦法 真的是 甚至什麼四人五人 真的會忙不過來 真的很忙 所以說你這樣子很危險 東西拿來拿去 如果他們是有心的話 趁你在拿的時候 故意偷拿一個人 你也不知道 所以就是比較是裸傳 比較常發生 你單一戒指 改毒可能不一定會對你下手 因為單一的東西 他們會比較麻煩去那個 尤其是寶石嘛 顏色什麼都長不一樣 特徵都長不一樣 要掉包也比較難一點點 OK 我們今天影片就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影片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